太扯了台中新镇河路有民众发现长300公尺的钢板护栏 与支柱衔接的H型钢竟然不翼而飞 螺丝掉满地疑似遭窃 用手就可以摇动 完全失去了护栏功能 是否接获通报立即报警 要揪出这一名可恶的小偷 保护车辆的钢板护栏 竟然用手就可以轻松摇动 仔细一看 固定的螺丝跟H型钢竟然凭空消失 这里就位在台74线旁的新镇河路 上面你看看有十几个螺丝在上面 这叫农民看到螺丝都掉在地上 才发觉到 哦这是小偷在拖钢板 没感觉啦 今天有才看到吗 对啊 你不要跟我说我也不知道 连每天来一旁农地工作的农民 都没发现护栏有异样 这条新镇河路疑似半夜窃贼行窃 偷走衔接处的H型钢 近300公尺的长度 只剩下支柱插在地上螺丝也散落一地 仔细看上面还留有衔接的痕迹 而这窃贼似乎很聪明 不是每一根都拔 看似忽然还固定在上方 其实早已失去作用 看好像是没什么状况 可是这次对我们的行车 有一个危险的现象跑出来 建设局表示 目前已立即报警处理 并会同施工单位 严议改善 只是没想到窃贼不顾行车安全 连钢板护栏也不放过